本来是三喜临门 但却最后变成悲剧收场 台中市有一名詹姓男子刚买新车 女儿刚满月 而且才过22岁生日 看起来是三喜临门好运阵旺 但是在昨天凌晨和朋友同车 却发生了车祸 新车撞到扭曲变形 而詹姓男子送医不治 家属不敢置信 好事临门怎么会突然厄运发生 救护车到了车祸现场 其中一名伤患坐在路边 头部受伤等待救援 14号凌晨 詹姓男子汉料姓有人共乘汽车 在丰原的中山路线 撞上了中央分隔岛 车底翻腹继续滑行 碰撞声很大声 就大家都出来看 这就倒地滑行滑行 到路边的差不多六七十公尺的路边路数 折断再撞到耗志杆 耗志杆才停住 当时那时候里面的人都弹出来了 冲击力道之大 车内的两个人都弹飞出了车外 占信车主送医不治 家属不可置信 才刚买了新车 家里还喜事连连 怎么会突然传来噩耗 那是女儿刚买的是不是 就是这样 就是生活不久 还要回到学了 都要去台湾 人家的警察 都希望感觉不可能 运气也不好 买新车 女儿刚满月 才过了22岁生日 还许愿下次要买百万名车 三喜临门却车祸一死一伤 两人的酒车值分别是0.32 0.29 车祸原因还要进一步理清 这一步理清